從小美到大的金泰希今年已經邁向四十代 還遇有兩個寶貝女兒 然而歲月絲毫沒在她臉上留下痕跡 精緻的無關和優雅的氣質 整個就是動靈女神烏霧 在詢問小孩後 去年終於開始出來營業曬美貌 而號稱廣告女王的她 近日接下冰淇淋品牌代言 廣告商還特別替她拍了花絮 剪了短髮的金泰希 身穿白色西裝起場滿分 影片中她還分享了自己的近況 在快問快答的環節中也回答了許多問題 而在被問到最近喜歡聽什麼歌的時候 女神笑著拿出手機表示要看一下歌單 沒想到這個舉動意外引發網友熱議 原來是因為她使用的是掀蓋式的手機殼 讓網友紛紛笑說看到這個手機殼 才第一次感受到女神眼年紀大了 還有人表示這是媽媽們最愛的同款 沒想到金泰希竟然也會用這種 看起來遙不可及的女神 總算有一點平凡人的親民感了啦 全面臨死如此 中發生了一句我